这两天的气温是很低了 北方的黑龙江气温就更低了 平均气温达到了零下十几度 真可谓是滴水成冰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如果把手伸到其他的物体上 很快就会被冻上了 无法取下 黑龙江的崔女士家里 有一只好奇的小羊 就遇上了这样的悲剧 当天一大早 崔女士就听见院子里 传来一阵阵羊的惨叫声 他四处寻找 终于在车底下找到了叫声的来源 车底下的小黑羊 小淘气的大舌头 竟然结结实实的 粘到了四轮车的铁管上 因为嘴张的大 黑羊不停的流口水 舌头已经冻成了一个大冰坨 开始崔女士想用刀片 把冰块撬下来 可是冰块太大 口水又多 撬的还没有冻得快 为了尽快救出可怜的小羊 崔女士只得用上了菜刀 十几分钟后 小黑的舌头终于离开了铁管 现在小黑舌尖受伤 没法吃草 只能喝奶 看来这都是好奇惹的祸 记得在我小时候 小伙伴里也有这么淘气的 那个时候 家里的大人都是用温水 一点一点浇在舌头和铁管中间 舌头就慢慢的能拿下来了 这条片子当中 因为小羊冻的时间太长了 那个大坨冰块 温水已经是化不开了 而热水又容易烫伤小黑 所以为了尽快的救下它 主人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